第191集金平府 上一集基本交代完了金平府故事的大背景 当时有一句话 马列原颠速减除 当时我给了一个解释 其实这里还可以再浓缩一下 原颠就可以理解为原来就是颠覆 那么这句话就变为马列的目标原来是颠覆 颠覆什么呢 虽然是神州了 所以要速度减除 这个解释应该更合乎作者的意思 好了这句话解释完 我们继续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因为这一次我的文案是一直写到最后 我才回来录音 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事 就是我把天机给泄露了 所以我现在就全身是发冷的 就是用作多里多作 那么所以说我这个录音也有可能有点瑕疵吧 大家就包含一下 我们继续说故事 它下面这段话就太重要了 我一句一句的解释 摆上摘来是说的瓜分国企 吃完摘就是瓜分了国企 这个不是一个时刻 而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 它持续很久 甚至一直到二十大之前 还有人拼命要瓜分国企 铁路斯有话就一直在推动 推动的结果就是原来那个铁道部部长 他被抓了 这就是习主席按住了一切瓜分国企的行动 这帮人他们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那个铁道部长他姓圣 他叫原来有人叫圣宣怀 大家知道吗 他就是满清民国时候的首富 你说这个铁道部长他是不是和圣宣怀有关系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西方邪神啊 他一直持续不断的扶持这个汉奸家族 所以啊 如果说这个姓圣的铁道部长和圣宣怀没有联系 那我也不信 此时唐僧要走 他却被僧人留住 大家看到了吗 此时唐僧代表外族屠刀 他们都要走了 是僧人把他们留住了 这就是说道上非邀请外国人 你别走啊 国家这么大 还没瓜分完呢 咱们一起分呢 这时候唐僧就吃惊了 他吃惊就是他的身份再次变化 此时他代表了毛主席和习主席 他说 栗子在路 只知道有山河水 我只怕妖魔鬼怪 光阴都错过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真正的神州领导人 比如毛主席 习主席 他们心中只有江山 山水就是江山 就是国家和人民 他们怕妖魔鬼怪 这个怕是说 怕路线错误 他们怕妖魔鬼怪 把国家带向错误路线 这就是毛主席说的 横扫一切 牛鬼蛇神 他们就是这里的 就是这帮魔鬼啊 就是这里的 牛鬼蛇神 就是妖魔鬼怪 毛主席 齐主席 他们不是怕妖魔鬼怪本人 而是怕路线被他们带错了 光阴错过 是说 毛主席和习主席啊 一直为国家奋斗 根本就没有空闲 还留意什么过节 就是他们的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 都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这时候 一群僧人就笑了 这一群僧人呢 是指道上飞集团 从道上飞啊 一直到黑眼圈 因为这一集啊 可能真是泄露天机了 所以说我身体状态特别不好 写完完之后啊 但是呢 我还是就是这种状态下 我给大家做这视频啊 大家如果我说的不太好 大家包换一下 现在一支 接着往下说啊 就这帮人 就道上飞集团 他们说的话就太重要了 我给大家仔细讲一下啊 老师拜佛物禅 这个说的就是建设国家 道上飞说 你们毛主席啊 西主席啊 你们只忙着建设国家了 所以不曾享受 你看我们 我们才是真正的享受 怎么享受呢 先说今天是正月十三 正月十三 就是十三大 1987年十月十三大召开 我们看看啊 这个情节 说的就是正月十三 这一天晚上 市灯 晚上就是暗无天日 没有阳光 市灯就是市运行 这个灯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现在十三晚上 市灯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市运行 那么怎么市运行呢 你看看 十三大关键有一个什么变化 政治体制改革 就在1987年 十三大提出来了 此时是谁主持会议呢 这我都是百度百科来的啊 邓小平主持十三大 你看到了吧 这就是正月十三的含义 这一年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回到小说里啊 这就是说 正月十三 我们就开始点上花灯 这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要做法理上的准备 因为毛主席时代 是没有半点对外输送利益的 所以啊 肯定是有一套规章制度 来保持 保证啊 我们的国家利益 不被汉奸卖国贼 输送给外国人 他就限制住了 这帮国内的汉奸卖国贼 我们再看看时间啊 1978年是包产到户 这就是拆散国家基层组织啊 1984年是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内部先瓜分一下 到了1987年 这距离1983 1984年呢 才三年时间 他们就迫不及待的 对外输送利益了 1978年的包产到户 是拆掉了毛主席时代的 农村基层组织 1987年政治体制改革 是拆掉了国家保护的 这个政治体制 是国家 以前的政治体制啊 是国家保护我们 国家利益 不要输送给外人的 现在他们不改 就没有办法 对外输送利益了 所以为什么 这个眼望星空 疯狂叫嚣 改革一定要进行到底啊 这里就告诉你答案了 尤其是这个 政治体制改革呀 如果不进行到底 他们这帮汉奸卖国贼啊 就会全完蛋 因为最终人民会觉醒 会改回到毛主席时代的体制 那么你这样前后一对照 人民中啊 就算是最愚蠢的那些人 他也知道 前后三十年 是谁在爱国家爱人民 是谁啊 在卖国家坑人民 这个正月十三 既然大家都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就全明白了 正月十五啊 就是十五大 十五大就是1997年 然后一直到十八十九 这就是十八大 十九大 这说明的就是啊 即使到了十八大呀 敌人仍然不收手啊 这就是习主席说的 十八大后还不收手的意思 那么到了十九大 方才卸灯 这就说的非常明白了 十九大之后 敌人对外卖国的途径 就被习主席掐断了 这就是习主席提出那个内循环 我前面说了好几次啊 这里再说一下 大家单纯就看这个内外两个字就可以了 在习主席提出内循环之前 我们国家是不是一直被宣传 我们是外贸性经济 外贸导向性经济 这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被他们的文字游戏欺骗 外贸导向就是外国人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呢 做出外国人要的产品 送给外国人 外国人给了我们一堆美元 美元就是白纸 我为什么 为什么说美元是白纸呢 因为你看三年疫情期间呀 甚至更早啊 美国超发了多少美元 几万亿几万亿的印刷呀 也就是说 我们不论生产多少商品 美国随便印点美元全拿走了 这就是外贸导向性经济的本质 就是直接让中国人给美国白干当奴隶 十九大之后 习主席提出内循环 这个啊 大家也不要看现在很多专家 学者解释 他们呢 都是六贼呀 我在网上找啊 这好多内循环都是胡说八道啊 那个时候宣传也不在人民手里 他们就会瞎解释 我们就看字面意思就好 内循环 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生产的一切物质财富 都留在国内 就这意思 大家看明白了吗 即便此时国内还有贪官 他们会贪污钱呀 物资啊 但是这就是啊 肉烂了在锅里 我们先不对外面白送了 然后把这个肉先留在锅里 留在国家内部 我们再整治内部环境 大家看明白了吗 内循环是直接针对外贸型经济来的 因此这就是十九大之后花灯熄灭的意思 我们不对外输送利益了 这时候大家要理解一下 这个事啊 它不是一瞬间能实现的 这个就好像一列火车全速行驶 你要它停下来 需要慢慢刹车 如果你当时急刹车 那么就会车毁人亡 大家看懂了吧 所以啊 从内循环提出 到彻底断绝对外输送利益 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这一切啊 大概在十九大内就完成了吧 因为我是小老百姓啊 那么这么高层的事情我也不懂啊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在大的方面完成了 因此国内汉奸卖国贼才发疯了一样 不惜发动疫情啊 疫情战争啊 以逼迫习主席下台 这就是那三年疫情的一个重要起因呢 好了啊 大家看懂了这个历史 那么我们看看 这里啊 作者还特意提到了十五大 十五大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九九七年 大家看到了吗 一九九七年啊 这个时候是棺材板正在台上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就是给你点出棺材板的名字 花灯是正月十五放的 大家看到吗 十三大就是准备 而他准备就已经开始卖了 但是刚开始还不那么多 而到了正月十五啊 就是十五大呀 就是一九九七年 就是棺材板上台 那是高潮啊 是疯狂卖呀 因此大家都完全理解了 为什么那时候什么下岗工人呢 国企破产呢 等等等等一系列 还有金融崩溃呀 什么汇率提高啊 就都都理解了吧 那就是疯狂卖国呀 大家看到了吗 为什么他只干一届 因为再干一届呀 国家就卖完了 这就是三代皇帝的伟大呀 他背着那么多污名啊 却毫无怨言 一直拼命努力 终于把这个棺材板给弄下去了 因为这么高层的事情啊 我一个小老百姓啊 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只是看结果 结果就是棺材板啊 只干了这么一届 他就下台了 我认为这就是三代皇帝的巨大功劳 他真是挽救了国家 挽救了党 好了啊 这段话说完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字啊 这里的僧人呢 就是道上飞集团啊 他们说我们这里啊 有个金灯桥 桥是什么呀 就是过河 你要摸着石头过河呀 对啊 大家看到了吧 坐着在这里呢 又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 桥的意思啊 就是从河上啊 然后咱们从这边到那边 你可以看成 从东方到西方 那什么到西方呢 就是中国人民 新古创造的一切财富 通过这个桥 到了美国 到了西方 这个桥 是上古遗传 这就是说啊 汉奸卖国贼啊 可不是这时候才有的 而是从古到今 一直就有 我就说一个鱼籤 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此时的美国 是可以代表蒙古啊 满清啊 元朝啊 匈奴啊 兔爵等等 其实他们本质是一样的 大家这时候啊 要把自己提高到神仙高度 神仙是古今几千年啊 一眼看过去的 所以啊 在神仙看来 美国和满清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道上飞和鱼籤 也是没有区别的 就都是汉奸卖国贼 但是呢 道上飞他特意说了 至今丰盛 这就是说啊 过去的汉奸卖国贼啊 在道上飞 在棺材板眼前 那都不够看的 你们才卖多少啊 你们以后我们卖的多吗 我们才是真正的大卖特卖 事实也是如此啊 这里我说一下啊 就是这帮汉奸文人啊 几十年来吹嘘 外国人活得轻松 但是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 活得轻松 甚至美国人他都不工作 他都有丰厚的福利 西方欧洲也是如此 那么他们的享受 就是生活必需品 哪里来的呀 那还不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吗 正是因为中国人啊 辛苦的劳动成果 白送给了美国和西方 以及日本等外地 所以他们才能生活的如此轻松 而中国人一个个沦为社会的牲畜 当牛做马 大家看到了吧 因为时代发展了 敌人人口变多了 日前满清在梅如关前 他才有多少人口啊 现在你看看美国三亿人 欧洲享受这些福利的 起码也有三五亿吧 甚至多了七八亿吧 这十几亿中国人啊 当牛做马呀 养着十几亿白皮黑鬼 大家想想 这是谁干的好事啊 就是道上飞 仰望星空 呃呃 棺材板 还有这个黑眼圈 所以说呢 至今丰盛 因为他们卖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总和 此时我们看看 道上飞说了 老爷们 看到吗 他们跪在外地面前 叫人家老爷 这是自建国格 他们说 老爷们 宽住数日 我这里款待的起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直接用慈禧太后一句话总结吧 这就是新时代的 量中华之物力 劫与国之欢心 如果没有十八大习主席上来 而是继续让道上飞的徒子徒孙 把持国家 那么我们现在呀 估计都已经亡国灭种了 那几岳不是我危言耸听 你看看这个国家的人 尤其是年轻人 已经被三座大山压的 他们不生孩子了 不结婚不生孩子 这个不是个案 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你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家族 这个家族的年轻人 不结婚 不生育后代 而这个国家的财富 还源源不断的 被内鬼送给外人 那么这个国家 他不但没有了现在 更没有了未来 这不就是等死吗 幸亏十八大有了 习主席啊 大家看明白了吧 生死一瞬间呢 好了 这时候呢 情节继续进宅 唐松就吃斋再吃斋 这意思就是瓜分国家 大家都明白 然后他们在后园漫步 大家看看这个后园的描写 先说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这就是老百姓看不到的权贵之家 你理解为道上飞 关在板上加就行了 这里有几个词语 要解释一下啊 红入桃花嫩 红色就是红色路线 你别看这里提到红色路线 但是这是相反的意思 因为桃花最颜色灿烂的时候 也是粉红 它不是纯红 而此时还是桃花嫩 就是刚开花 红色很淡 甚至没开花 那就是没有红色 这就是说的 红色越来越浅了 红色路线越走越没了 相反的青色归来 就是满京来了 金谷园历来是代表富贵 这个我就不讲历史了 大家随便一搜就知道 金谷园代表的 不仅仅是富贵 而是极致的奢华 就是穷奢极欲的意思 野福出莫无常 这里说的是野鸭子 野鸭子可以对应大雄鸡 说到这里啊 我又想起之前那个故事 孙悟空要找 要那个国王找大雄鸡 吃乌公 这就是说呀 消灭外企 强大国企 同时这里还有个意思 我忘记说了 这个雄鸡啊 大家想想 雍安新区 就明白了吗 雍安新区 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新建筑 全一个地方 但是未来千百年的国家样板 好了 这里的野鸭子 你可以看成柳传志人 样的人 他们把国家的 变成了自己的 这样的大型私人企业 这帮人呢 如鱼得水啊 一边自己赚呢 一边对外输送利益 联想电脑啊 同一个款式 它在中国卖的比国外还贵 你说这是不是利益输送 联想电脑中国生产 假设成本是五千 它在国内卖一万 但在国外呢 它卖四千 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是白送 不是 它还白送给美国军队 这有一个新闻啊 大家一查就知道啊 联想集团啊 把他们的电脑 白送给了美国军人 这个新闻 大家一查就知道 这就是野鸭子一群 出没无常 这里还有两个意思 这就是说啊 如果任由他们随便发展呢 他们就好像无常鬼一样 把我们中国人害死了 但是呢 我们换一个角度 也可以理解 就是他们呢 也要被无常所命 就是他们也要死 也就是二十大之后 这帮汉奸卖国贼啊 要掉脑袋的 哎呀 我越说我身上越冷啊 这因为我真的 后面就一直在泄露天际啊 所以我的状态不太好 也没办法啊 我要坚持一下 大家也包含一下啊 竹中牵杆 就是默克推敲未定 哎 这句话也很关 很关键啊 竹子就是毛笔 就是写历史的笔 可是这个毛笔呢 有一千杆那么多 就是非常多 而默克呢 就是写历史的人 他们推敲未定 这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就是啊 道上飞集团的御用文人 他们在大幅度篡改历史 可是因为历史啊 刚过去不久 而且现在还在历史中 他们不好篡改 因为毛主席时代的人 很多人还在呀 你胡说八道 你骗不了那些人啊 而你要吹道上飞集团 可是眼前的一切 你没法吹呀 毕竟我们对外输送利益 对内压榨老百姓 这个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们推敲未定 就是面对这个历史啊 他们不好写呀 中间一段文字我也不解释了 我们看关键几个词啊 这里啊 有一个养性楼 养性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记得之前 对猪八戒的描写吗 就是说 玉帝叫他下凡来养性 这就是夺舍的意思 看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是权贵的后花园 你直接理解为 道上飞 棺材板等人的秘密 老窝就可以了 他们在这里啊 建起来养性楼 这还用说吗 他们是在培养 他们自己的灵魂 准备夺赦 如果你还不明白 你看看后面 还有一个炼魔士 大家看到吗 作者都直接给你写了 他们养性就是炼魔呀 他们就是魔鬼啊 否则谁们家会建一个炼魔士啊 最后一句 何须他处密棚营 棚来营州都是仙岛 而是仙人代表长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道上飞棺材板等人 求的就是长生 而且他们都不用去别的地方求 他们自己在家里就建立了炼魔士 他们在家里啊 就能完成长生不老 完成夺赦 大家看到了吧 作者都直白的告诉了我们 他们为什么卖国 就是因为西方邪神 许诺给他们长生 大家为什么发现不了呢 这是因为他们藏在自己家里 天然看隐意 藏起来了 大家老百姓就看不到了 但是呢 人在做天在看 他们瞒过老百姓 能瞒过神仙吗 神仙都给我们点出来了 道上飞夺射了谁 现在都不是秘密了 而棺材板要夺射谁 我不知道啊 可是神仙知道 神仙既然知道 那棺材板还能夺射吗 那根本不可能了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故事啊 他们师徒啊 出门看灯 这里有几句话解释一下啊 人人喜欢听声歌 这意思就是啊 道上飞集团疯狂开动宣传机器 把卖国行为彻底遮掩住了 老百姓不知道他们疯狂卖国 还以为国家很好呢 你比如2008年奥运会 就是个标志性行为 大家要明白一点啊 我说的西游记啊 通过西游记帮助大家认识世界啊 这个高度啊 它是神仙高度 这个高度是很高的 神仙看到的和老百姓个人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比如90年代 当东北工人下岗 悲惨自杀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就说起码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吧 我当时在河北上学 我都不知道这些事 所以你以自己的感受来看世界 那是没有用的 我们国家 我们民族是一个整体 你说个体是没有用的 这是整体来看 又是啊 整个国家啊 全体百姓啊 被道上飞的御用文人呢 就是我一直说的六贼啊 全欺骗了 同时他们还到东门乡游戏 这里东门乡啊 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游戏是说他们 拒解毛泽东思想 这是说道上飞集团 把持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他们开始伪造毛泽东语录 篡改毛泽东思想 我举个最具体的例子 他们编造了一篇 心之力的文章 说这个就是 毛主席年轻时候写的 而这个文章 就是拒解 甚至直接是胡说八道 毛泽东思想 他们把毛泽东思想 等同于王阳明心学 这也就是 在东门乡游戏的真正含义 类似这样的事情 他们可没少做呀 到二经时候 这就是说的道上飞时代 二经嘛 就是给你点名时间 次日 唐僧要扫塔呀 这段情节也很关键啊 我现在越来越明白啊 我做这个视频是什么意思了 我直接说了吧 我自己啊 虽然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老百姓 凡人一个 我没有半点神通 但是我翻译这个西游记 真的是替神仙说话 尤其这段话 直接就是东方神仙 对神州大地上 各个关键时期人物的评判 这就是神仙给出的最终结论 我们看看 唐僧说 今天是上元节 就是十五大 就是一九九七年 他就要在这一刻开始扫塔 这就是要打扫卫生了 因为此时中国实在太乱了 正笨着呀 这个亡国灭种去 此时我们看看 这个袈裟有关键含义 唐僧取了袈裟 就是说东方神仙认可的伐筒 到了第一层 这就是毛主席 唐僧穿上袈裟 这是说毛主席得到了东方神仙的肯定 他传承了神州文明 然后唐僧清理完第一层 就脱了袈裟 这里都不说脱了 而是卸了 这就是说 这个袈裟 它不是荣誉 而是责任 毛主席完成了他的使命 尽到了他的责任 因此这个袈裟 这副责任 在他去世后 他卸了下来 这个责任呢 本应该留给下一个领导人 但是我们看看 是从此以后 沙僧拿住袈裟 再也没有人穿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主席去世后 到1997年 所有领导人都不配穿这个袈裟 也就是直接说 道上飞集团呢 全是汉奸卖国贼 他们怎么配穿这个袈裟呢 他们怎么有脸穿袈裟呢 就算是你们想抢 东方神仙都不给 我们看看 这里说了 层层有佛 处处开窗 佛呀 就是西方邪神 他们在吃 神州人民的精气神 甚至生命 哎呀 我这个身上真是越来越冷 越来越难壮啊 我坚持说下去啊 这一点啊 道上飞集团做到了 比丘国故事中 小男孩全被关在铁筒子里面 那就是计划生育 大家看明白了吧 当时山东有个官叫做曾昭启 他搞出了一个百日无孩日 一百天不允许有孩子出生 当时大量孕妇啊 被迫流产 而现在呢 太搞笑了 也太讽刺了 他竟然是山东省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 这你他们关心的什么下一代啊 哎呦 说实话啊 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 是我在说话 还是神仙在说话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啊 是神仙啊 要我把一切历史啊 真实历史都告诉中国人民 所以啊 即便这个时候 不是神仙让我说 就算是我自己说 那我也无所畏惧 我知道的 我想到的 我全都说出来 其实大家可能还不明白 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个第一啊 是中国人口啊 他们让中国人口越来越少 第二个就是给西方邪神 输送经济神 甚至生命啊 这个上了岁数点的人 大家可能听说过啊 当时很多呀 是几乎成形的胎儿 就是基本就要生了 都被他们给弄死了 其实他们都可以说是 就是那些胎儿啊 都可以说是活人了 哎 这个我就真的说不下去了啊 我们我们回到小说啊 层层有佛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处处开窗呢 就是开放啊 我们的国家被盗上飞机团 自己啊 从内部捅刀子 把国家捅出来 千百个口子 千疮百孔啊 这才好对外输送利益啊 此时的唐僧赞美啊 那是反话 是极大的讽刺 这不就是春天的故事吗 那不就是赞歌吗 这不就是歌功颂德吗 这个时候正是正月十五 就是棺材板上来 最疯狂卖国时候 而且是夜晚 夜晚呢 暗无天日 没有半点阳光 这是正月十五 正日子 于是唐僧就请 这个僧人就请唐僧去城里看灯 城里啊 就代表全中国 大家这里大家看看啊 作者写了那么多灯 这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每一个灯啊 都代表一个卖国贼 或者一个卖国企业 每一个亮光 每一点亮光 都是代表对外输送利益 所以你看作者竟然写了这么多具体的灯 就是说这个时候 卖国贼太多了 他们每一个都是千姿百态 这个意思是啊 他们一个个看起来不同 行业不同 有的是男人 有的是女人 有的是官员 有的是商人 有的老 有的年轻 有的呢 就是他 这就是有的就是白象啊 有的就是青狮 有的是金鱼 有的是白鹿 但是他们有个核心本质 就是他们都是灯 这个灯 你说是灯也可以啊 每一盏灯 都是一条对外利益输送的渠道 这就是全国到处 都是道上飞集团 以及和他们勾结到一起的 汉奸卖国贼 他们全面卖国啊 而此时我们看看最后一句话啊 锦绣场太平静 还风调雨顺 这就是粉饰太平啊 这就是所谓人民自发的 打出标语 写着小平您好 这个就是元宵夜了 这就是风调雨顺了 好了 说完这段啊 买国高峰 我们再看下面的故事 接下来就是关键情节了 此时金屋不尽 这是说古时候有宵尽 就是夜晚 晚上啊 你这个人啊 行人不许出来 现在解除了 这里意思就是啊 卖国无罪 汉奸有礼 因为晚上出来活动 是代表你背着人 躲避阳光 没有结果 没有监管 你这样才活动 这就是作者用 金屋不尽四个字的含义 乱哄哄 无数人烟 那是晚上活动吗 都是大小卖国贼了 此时他们来到金灯桥上 这就是关键地方了 因为这个桥 是明确点出 这就是对外利益输送 其实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桥 这个桥上有三盏金灯 这三盏金灯是谁呢 就是之前隐悟那三个小妖怪 三个改革先锋啊 棺材板 仰望星空 黑眼圈 就是他们仨 玲珑剔透 是说他们花言巧语啊 欺骗人民 两层阁楼 是说他们每人任期两届 这里棺材板只有一届 但是它事实上 在九三年就开始成为卖国主力 你从九三年开始算 它也是两届 这里就是作者直接点出啊 最大的三个执行者 道上飞 手下的三元大将啊 唐僧就问 这个灯里面是什么油 怎么一箱扑鼻 接下来一段话 可就是太关键了 我提前告诉大家 这里涉及到了未来 大家看看原文啊 大家看着原文 我直接翻译 这样更有流畅性 僧人说 就是卖国贼集团啊 他们自己说话 他们说我这个府后面 有一个县 叫做敏天县 敏天县 府是什么呢 就是金平府 这里代表中国 这个县在府后面 说的就是 这个县不是中国的 那么这个县 是代表谁呢 这里啊 准确的代表美国 明这个字 你看上面是日 下面是文 日啊 是强奸的意思 文是文明的意思 日天就是强奸文明 而文明 只有中国 就是中国 就是神州 谁强奸神州文明呢 就是西方 西方邪神 这里预计到 他们在人间的代表 说的就是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来代表了 整个西方 为什么是美国呢 因为这里直接说了 这个县有240里 他们每年 审造 拆谣 谣役 差役 是他们来规定的 大家知道这个谣役 差役什么意思吧 我们理解为抓免费奴隶 就好了 是美国人在抓免费奴隶 是他们来决定 谁是奴隶 后面又说了 240家 登游大户 而且作者这里 还怕你看不明白 特意说了 每家当一年 这就是告诉你 240这个数字 不论是240里 还是240家 都是240年的意思 其实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啊 我就是现在啊 我就是身上啊 一阵一阵的发冷啊 这个在之前 是没有出现过的 以前啊 我最经常的是啊 我就突然头疼 或者突然头晕晕的 我坐不住 但是现在我竟然身上 一阵阵发冷 其实一直冷到现在 我一直都是浑身冰凉 我知道这个应该就是 泄露天机了 因为我刚才 我什么别的事都没做 我就一直在写文案 也就是说 我没有打开窗户 我也没有加减衣服 可是突然就身上特别冷 一阵一阵的冷 一直冷到现在 这就是泄露天机了 这个天机是什么呢 大家接下来看就知道了啊 240啊 就是240年 这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美国建国开始的时间 你一直算 美国建国是1776年 240年呢 就是到了2016年 在2017年 我们国家召开了19大 大家看到了吗 这里的金灯 是对美国输送的利益 输送了240年 终结于哪一年呢 就是2016年 你说2017年 19大也可以 这就是习主席 终结了中国的 对外的利益输送 这里240年 还有深刻含义 这还不是说 道上飞开始 美国吸血中国 这里说的不是物质 它是超越了物质 是说的文明 当然也包含物质啊 也就是说 美国呀 这把西方鞋身的屠刀 从建立开始 就是1776年 它就是在强奸神州文明 这里绝对包含了 美洲大陆的当时的白人 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 这是一个从文明层次的屠杀 也就是美国这把屠刀 不断在物质上 吸血中国 这个中国都包含清朝时候了 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神仙更是要说明 是文明层次的剥削和压迫 还有屠杀 大家一定要看明白这点啊 这里说的就是 美国这个国家 它其实代表了整个西方白皮 它们本身是狗屁都没有的 它们的一切 从文明到物质 都是从中国拿走的 这里神仙只是以美国举例 是以240年的时间 从美 是说它从美 从中国剥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一切呀 持续了240年 其中 毛主席新中国28年 斩断了这种对外输送 之后 道上飞上来呀 马上无缝连接满清 连接民国 道上飞它本质就是 慈禧太后 孙大炮 剪光头的集合体 说到这里 我他妈突然就笑了 我明白这是神仙的意思了 就是这句话 绝对是神仙要我说的 慈禧太后 她是女人 她就是对应了 道上飞的同性恋 孙大炮 她是恋同屁 这个对应了 道上飞的另一个方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恋同屁 原来也是这个玩意儿 剪光头 她就是疯狂卖国 这就完全符合了 道上飞 道上飞 她是一个三合一 她集大成 这也对应了前面说的 卖国 至今丰盛 就这四个字 就是现在的卖国 是全部历史时期中 最牛逼的时候 这一切在2016年 或者说2017年 19大时候 被习主席 彻底斩断了 这也就是 240年来 美国对中国的吸血 停止了 习主席 如果没有他 我们的国家 我们中国 真的就完了 我们再看下面 这个灯油 叫做苏和香油 苏和香是一味中药 这个中药 有开窍的作用 看到吗 这就是开放了 所有的灯油 都是国家利益 都是开放的 都是开窍的 都是送出去的 同时 苏用这个字 代替了 替代了 那个苏字 是更有深意 这个苏 就是骨头都苏了的意思 就是人死了 骨头都苏了 就是这个利益 它不只是经济利益 还有中国人的大量死亡 这一切才变成了苏和香 哎呀 真是无话可说 然后 神仙给了我们 给我们计算了一个数字 就是48000两 这个48000 大家记得之前 故事也有这个数字吧 这代表全国人民 这就是全国人民 从清朝到现在 一直被异族吸血 奴役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来了 这点大家听仔细啊 这里 钢内有49个大灯马 这个大灯马 这49个大灯马 什么意思呢 说到这里啊 我是身上越来越冷啊 这就是天机啊 这里每一个灯马 代表了一届美国总统 现在美国总统是拜登 他就是这个灯马 你翻过来 这是灯马 拜登 他是美国第46任总统 这里写了49 这就是说 还有三任美国总统 之后美国就没有了 这里就是准确 给出了美国解体时间 一任总统 他是四年 那三任就是12年 对吧 但是因为美国总统啊 他也可能因为意外下台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大概时间 满打满算 从拜登做完这一届 然后他后面的每一个人 都做满四年 也就是12年 但是这里啊 还有意外呀 比如在总统死了 或者他被迫下台了 那肯定换人啊 这也就不到12年了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神仙告诉我们 只要再出现三个美国总统 你不管他几年 到了 到了拜登之后 那个第三个 一二三 第三个美国总统说 他就要完蛋了 说这里啊 我真的不行了 我是太冷了 我现在写文案 我都写不下去了 我要歇一会再录音啊 那好了啊 录完音 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我不能再做了 我要休息了啊 这一集啊 就到这里啊 再见 我待会儿呢 呢 我待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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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再去